前國策顧問何春慕的百歲紀念展是登場了 而有多位的綠營大佬都到場之一 其中包括了周同部前部長林家龍 台中市長盧秀燕 還有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等人 林家龍更說了 要來選台中市長的人都到場了 藍綠政壇人士全部齊聚一堂 當然也受到外界的關注 民主前輩何春慕百歲名誕紀念展登場 多位綠營大佬 包括前台北縣長 郵親國防部前部長蔡明憲都前來致議 交通部前部長林家龍也上台致辭 他說是我派你去做台中市 林家龍說到會來台中參選立委 市長一路以來都受何春慕提息 不過話風一轉 他卻突然點名台下現任市長 盧秀燕和民進黨立委 今天在我們盧秀燕市長來到現場 林家龍引爆台中市長選舉話題態度卻如同旁觀者 一一點名想選市長的人都到齊了引起全場大笑 要離開時林家龍不忘特地跟盧秀燕示意 兩人近距離交談幾句 不過盧秀燕身處在幾乎全市民進黨人士的現場 坐在民進黨立委何欣淳和黃國書之間 三人互動有說有笑 藍綠政壇人士齊聚一堂 不過蔡奇昌到場的時間卻和盧秀燕錯開 台中市長選戰還有一年多 藍綠雙方積極布局也讓人隱約感受到緊張氣氛 記者胡杰倫 林家英 台中採訪報導